草原上一头狮子盯上了一头初出茅庐的牛犊子 这头落单的小水牛显然不知道危险即将降临 还在悠闲地享受午后时光 狮子也没想到散个步就能捡到一只鲜嫩的烤乳牛 这只小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上 对于外界的风吹草动丝毫不在意 难道是初出茅庐不怕虎吗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感谢朋友们点击有用按钮支持一下 让我们一起期待小水牛是否能逃离尸口 在狮子逐渐靠近的时候 小水牛终于感觉到了危险 它站了起来警惕地看向四周 可惜浅薄的生存经验不能让它敏锐地察觉到危险来自哪里 小水牛还站在原地 没有发现狮子已经靠近在五十米左右的范围 狮子小心屏住呼吸 调整好准备一击必中 这只小水牛是一只非洲水牛 它们主要生存在草原或者森林里面 一般是以群居为主 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 水牛通常一群出现 一起吃饭睡觉 还有负责放哨的水牛 可以提前得知危险逃跑 如果独自吃草独自生活 很容易被狮子靠近捕杀 这头小水牛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落单来 导致它独自面对危险 很显然 小水牛也注意到了狮子 但是它没有发现自己和对方的体力悬殊 小水牛的牛脾气上来了 认为自己有与身强体壮的狮子一站的实力 它们一没有尖利的爪牙 没有锋利的牛角 果不其然 狮子不费吹灰之力 就将小水牛扑倒在地 狮子咬住小水牛的脖子血管 静静等待着小水牛咽气 此时此刻正如彼时彼刻 咱们不知道 小水牛临死前 会不会为自己这场 以卵击石的战斗而感到后悔呢 不过人生就是这样 如果不能对自己有清楚的认知 就尽力而为让自己处在较为安全的地位 狮子落寞地看着这一望无银的大草原 王者是多么的落寞 在这充满野性的草原上 狮子属于顶级烈石者 如果是成年的水牛 或许还有与之一战的能力 但是在巨大的实力悬殊之下 小水牛毫无反击之力 一条年轻的生命 短暂地消失在了草原上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是否知道 成群的水牛是如会与狮子战斗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观看